這個夏令營 我相信 我們確定的安排 非常的豐富 很允許 很允許 接觸下去 一直都不停不休 大家 在這個地方 可以從頭到尾 全心來聽工 聽這個工庫 這個精神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當然 有的人說 哎呦我聽到這樣 沒了沒了想要睡 還是想說這樣 要來這樣放鬆一下 這都難免 要叫一個人 這種精神聽一個音樂 一定是 有一個時間的感覺 台上是二十分鐘 很專心聽的 過了就開始 太重 太膽 會想 會有 我自己一個來 我的同學 不知道去哪裡 去哪裡 去哪裡 剛好 我男朋友 或是我的女朋友 會想 甚至說想家 特別是你們這個年代 你們這個年齡的人 不像我以前 我以前 我以前 生活 比較困苦 經濟 很困難 原來我們講庫裡面 有聽到 說四萬多一塊 四萬多一塊 你們家如果一百萬 本來是一百萬 很好 但是四萬多一塊剩幾塊 四萬多一塊的時候 一百萬剩幾塊 二十五塊 结束變以安好的人 變來参差的人 那時候就很困苦 所以不管這種人 年代 我只有六十六塊 一九四六年 出場 就鑑駭嘛 一九四五年 八岳十五是中間 這天吶 我是一九四六年的 十有二十 出生的嘛 前後一趟更多出生 啊 前後在成長的過程喔 生活都很辛苦 都做到要思考 像山路產啊 哪裡有時間讀書 沒有時間啊 什麼時候讀書呢 像山路產以外的時間 用的時間讀書 我還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是要在牆壁坐火車坐一個小時 這我走半小時 再到學校 在城下走到車頭 20分鐘 再坐火車一小時 下車頭 再到學校半小時 一小時又50分鐘 所以這一個小時又50分鐘 是我讀書的時間 讀書是哪走哪看著 當然哪走沒有車 還是英文一句一句 一句一句 這樣車做二條 單走單走單走八端子 單走單走一句一句英文 跟車上通關也是全心搭乘 路車頭走路也是單走男 搭乘 單走英文還是搭乘 一直一直用這個時間 因為是什麼呢 校長到家就開始做工作了 10月6星來參加勞禪 我们有像这次说 哇 大家 都没在做产 没在做工作 还要把自己做三天 全身在设计 但是 时间很多 电脱头没设计 时间很多 电脱头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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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吼 我都想说 我们这次的年轻人 没穿我们那时候的艰苦 所以嘛 没穿我们那时候 能够典修那个时间 但是 我相信 这边你们来上学以后 已经你的脑海 已经植入一个东西 这个新的观念 这个新的观念 让你们知道 你的接点在哪里 你们的顺便在哪里 我要做什么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头生在上学的时候 张叔啊 老师有跟你说 你们想做什么 你想 你们想要爱什么 你希望说台湾会变哪里 我们大家都说 我希望台湾会变得好 我说听 每个人说 对很多问题 什么 恐怖 警察 贪污 政治的改革 或是选举不可以买票 说很多 就是说 今天最后的目的 我们最后的目的 就是说 要让我们台湾 成为一个 正常发展 进步的国家 我请教大家 我也要变成一个 正常发展 进步的社会 我们要怎样 要做什么 我感觉说 修行我们这样做的就是 正理改革 这包括司法改革 不可以说有钱的判施 没有钱的判施 包括 宣伎借助的改革 人后 再来就是 经济改革 包括 灾情的改革 再来就是 社会改革 社会文化要做改革 再来就是 教育改革 那 进行建制改革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解决的人材 只要靠完这些老伙子 绝对是不够的 所以希望说 咱各位 十余地盖的学生 是我们的 最好的精英 是我们的宝贝 一定要开始 从今天开始 要去想说 你的職任在哪里 你的宿命在哪里 我们 从今开始呢 那个注意的层面 你注意你设置的时候 你注意的层面 要比较看的 你关注的角度 要比较看的 不是说你这个行业 你可以关注的角度 涉及政治 经济 社会 法律 各层面的东西都要 都要去了解 要累積你的资本 累積你的地势 地势 累積旧的身 就变成你的capital 这个capital是human capital 你的人力资源 让你每一个人 我们台海比较之后 经济所比较之后 进入社会的时候 已经有十八分的武器 叫你做什么 你就能做什么 你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是一个人材 人材的概定 当然是很多方面的 但是我们真的正在领作人材 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正直诚实 实实实实实实 要有这个 穩定的情绪 做一个人材 要稳定的情绪 你不可以随便发辟 不可以 取闹 无理取闹 不可以 无理取闹 不可以随便发辟 稳定的情绪 造成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 领作者的 重要的 做一个干部 重要的因素基因 你知道吗 我们的人材 一定要有正向能量 什么叫正向能量 凡事都是往 正面的方向去思考 去采取行动 去采取行动 当时你做一个领作者的时候 将来各位 如果是在国工委 他在做这个领作者 如果你要引渡你的部署 要有正向的能量 去帮助别人 把他的工作 把他的职业 完成 很多人不可以做过主观 还是不可以做过领作者 但领作者 要做一个成功领作者 一定要有正向的能量 人家说 要怎么做好主观 做一个好主观 就是说 把你的部署做给他看 跟他怎么做 要先做给他看 再来给他做看看 做完事 不管你做得好或不好 要把它揉入 要把揉入 你做得不错 即使有缺点 你先揉入 你做得不错 但是 如果是这点还是那点 来做一个改进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就会更好 类似这样 一步一步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关系我们的延迅班 成人的延迅班 例如是我们大专学生的下令营 都是为了要訓練我们民政府的干部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要对这个地方来注意 所以这是正向的能量 再来就是要有执行能力 规划能力 执行能力 要有锐气 要充满热情 什么事情 做成功 一定要有热情 今天你来 如果我爸爸叫我来 如果我妈妈叫我来 我本来也没什么趣 他们就一直说 叫我来 我就不得不 我就来 这一天不得不 就来的时候 我就让你全心全力 发挥你的热情 你要转变你的思想 哦 我很难得 可以接受到这么好的东西 这是福音 福音 可以接受到这么好的东西 让你崇敬以后脱台换骨 把那些垃圾 对你的脑袋里面慢慢的清除掉 然后装进精华的观念 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这个历史 正确的思想 产生正确的信仰 产生正确的伟大的力量 为了台湾拼生拼死 这样你本身可以保证 你会成功 然后也可以保证 台湾的尖度是公民 然后你的困难 你的生活 接不去用剥削 你和我们的子孙 接不去用压迫 过去五十年去用压迫 不要说五十年 四百年来 四百年来 跟五十年以前 我们就看不到不知道 那就算了 但我们看到的是 五十十年以来 那个压迫跟剥削是 前所未有的 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那种共産党的那种很疯 苏联共产党那种恶劣很疯 带来到台湾 把你北线 把你感激 透过政策的 制度的 剥削 压制 人家到处那种 要不要把你感激 不可以 互别想 互别说 想就不可以 想就不可以 说就不可以 你如果这样想就不可以 你这样说 你要看他 你要抬 你们这次 够很富 因为今天可以做法 需要跟你说 因为经过学运以后 这学运二十年来 台湾的进步 在这方面的进步是神述的 但是各位不知道 看到吗 绝绝在十天前左右 步骤才说 从此以后 这个校园里面 不要再有校园特务了 十天前 十天前 不是十年前 是十天前 从今以后 校园不再布置什么 国民党不再布置校园特务了 已经没有为安 就是所谓的 这个思想 这个检验的 这个检查的这个小组 但是呢 教官还是一样的 那些教官 还是装了国民党的 这个 这个传统的 这个压制 跟这个殖民的思想 在那边 是名为辅导 其实是在控制 其实是在监督 其实在考核各位 港款嘛 只不过说 他说 从此以后 不要再有所谓的 那个职业学生 在校园里面活动 那可见说十年前 他还在布建 还在布建 还有很多职业学生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或者说 职业学生所写的报告 已经不像过去 当然各位没有这个经验 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就这样失踪 蓬佩敏事件 蓬佩敏被离开那个 蓬佩敏离开台湾的时候 我们有学长就不见了 从校园被带走了 他不是从家里被带走了 我一个学长 我刚开始 我进到台大的时候 我是政治系的 我因为年轻的时候 一直想要当做一个政论家 政论家 我的论说文学得很好 那我的那个导师 高中的导师 非常鼓励我去当政论家 所以我就考进 我就以第一志愿 应该说是很前面的志愿 考进台大的政治系的政治理论组 那我们台大政论系 政论理论组 我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一 我是一年级 那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又 同不同的 不同的年级 有学生 合成一个班 那有一个 有个班导师 那班导师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音乐都敢打 跟我们笑 刚好在集训 要比赛了 就没有办法参加 结果班导师就派学长来找我 哎 你怎么没有来参加 我们导师的这个 着急的这个 岛生聚会呢 我打橄榄球之类 那个人叫做陈贤进 那陈贤进啊 在那个彭文明 离开台湾的时候 哎 他是他的学生 结果就抓去刮呢 就不见了 从校园就这样消失了 这在一个先进进步的社会 是不可能的 但在台湾就这样发生了 就这样发生了 而且他跟我讲 后来我碰到在街头碰到他 他说你真大胆 很多同学看到我都闭左右 不敢跟我见面谈 你居然跟我打招 好 既然你这么有意思 我就跟你谈 他说他被带走的时候呢 就被蒙了黑布 这绑起来眼睛都看不到 然后就再到 这到一个吉普厕里面去 那一出的校园 他就一直绕绕绕来绕绕去 事实上我知道說他把我带到青岛东路的监狱里面去了 去审问啦 所以你以后大概给他关了几个月嘛 关了好几个月 然后查午时政说他有这个帮忙 彭明敏老师的这个出逃的这个过程 所以就放他出来 那放他出来以后呢 一直受到监视 他就没有办法再念书了 也没有办法再出国了 结果他只好去做生意啦 去做生意 那当然我是很怀念啦 就是说 这样一个好的学长 后来真的很挫折 他本来是一直都是书卷奖 在台大念书卷奖都是很优秀的 我说 你们大概目前都感受不到这一些压力 但是我们在那个年轻的时代 从我进到台大就一直感受这样的压力 觉得非常不平 那像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因为职业学生是遍布全世界的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在 不管在哪个学校都有职业学生 就被打小报告了 我第一次去的地方 我收不到我女朋友的信 女朋友收不到我的信 第二次我去我已经结婚了 我收不到太太的信 太太也收不到我的信 后来我就把这一段写出来说 某些人 哪些人是职业学生 结果我在2007年要告 告我这个毁谤 还加重毁谤罪 我就上法院啊 告到2009年的时候 我赔多少 赔50万 不但要赔他 民意损失 还要怎么样 还要登报这个道歉 我最不满那一事 登报道歉 明明法官 有一个法官 私下他不再听上讲 我看你的书啦 觉得很同情你啊 实在是 他是有的事啦 一定是他是职业学生 但我不能判你没有罪啊 他不能判我没罪啊 你说 到这种程度啊 法官有没有自主性 没有啊 因为这个法官不像我们年轻的法官 现在可能年轻法官就不会这样做了喔 但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一些 他知道上面会有压力嘛 所以他说 你这个情形我不能判你没有罪啊 你本身也没有办法举证 我当然没有办法举证啊 但是举证应该是检察官或者法官去找这些 我怎么知道 这体制的问题啊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想当然了啊 而且我是合理的法语 有什么不对 我主张我是合理法语啊 我合理法语 你们是职业师 所以我才会被打小包 总是有职业学生的嘛 那我这合理法语哪些人 是职业学生 因为他言行有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法官不敢作主啊 他一定要判我有罪 结果就平白损失了50万了 已经很 生活已经很艰困了 还要损失50万 心有未干 真是心有未干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将来你们要充分的了解到说 作为一个被这个殖民的或者被统治的阶级啊 我们非常的有不公平的待遇 这样一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 将来不希望再发生 那要不希望再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透过对民政府的绝对的支持 绝对的支持 然后呢努力以赴 来达到我们这个法理建国的目标 有一天 只有有一天 等到我们法理建国目标达成以后 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台湾人 来统治这个我们的土地 我们把一切的制度都建立好 然后呢 我们的官吏都是青年的 都是努力以赴 为人民服务的 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像我们今天早上说 我们要做哪里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什么环保问题不好 警察会怎么样 或者是政府官员会贪污腐化啦 然后这个公共工程做得不好啦 所以财政发生很大困难 诸如此类 非常不好的现象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要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讲话而已 不是坐而言 重点是要起而行 这起而行是我们已经在行动了 那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学员 在座的各位学员 把我们这些 这个老师所讲的话 放在哪里面 好好的去思考 好好的消化 变成你的思想 然后呢 希望你们能够完全了解 我们这个法理论述的主张 然后呢 回到下痕去 就变成一个一粒种子 这一粒种子呢 能够影响到你的同学 朋友 多多少少 让他们改变一些观念 让他们有真正的这个真正的知道知识 然后呢 也跟你一样来这边受训 然后呢 能够有更多的人 来了解到说我们今天台湾处境的艰难 跟台湾地位的这个暧昧性 还有我们已经为这一条路 开出来的一个光明道道的这个 这个整个未来的规划 那么 请大家一起来 为台湾的这个前途来努力以赴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捷训的时间呢 时间也非常充促 两天半 两天多一点 就这样的快要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热烈的参与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 也坐在这个地方两天多 并没有打退堂鼓 所以 这是一个这个坚持呢 就代表说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有前途 也就是各位的 各位同学的这个未来也是非常光明的 从这一点开始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那有什么问题随时回到这个地方来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来 请教我们林秘书长或者我们各级长官 那跟大家做沟通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结束 那这个敬祝各位同学 这个学业进步 就像我昨天讲的 一定要努力你的功课 你的本行一定要做好 学业进步是非常重要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能够为台湾民政府 做最大的贡献 谢谢各位 谢谢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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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